昏暗的夜色下 洁白之色却覆盖了整片大地 呼啸的寒风 似乎是这个世界唯一存在的声音了 生灵寂灭 万物寒风 如果不是这飞驰的列车 猛然间滑破寂静 可能我们这些残余的人类 早已经被岁月所遗忘了吧 17年前 人类针对全球变暖的恶劣情况 大幅度发生了罪恶的CW7能缺际 这种行为似乎触入了上帝 一夜之间 全球的温度疯狂地下降 尽数过半的生命全部致死 而残余的人类也聚集到了这列 洛亚方舟列车之上苟延残喘 然而列车就像一个阶级森严的囚牢 他将全部的人类按照穷富卑贱 从车头排列到了车尾 而我就身处于最伪的车厢 事实上车尾的我们 从来都没有被当作过忍耐看待 我们吃的是恶心难闻的蛋白之快 穿的是破烂布刊的碎条烂布 最可悲的是 总是会有一些来自于高等车厢的富泰权贵 随意地欺压或者抓走我们 他们说这是列车规则 哼咱们狗拼列车规则 只不过是掩盖你们丑陋的嘴脸的缓子罢了 其实我对这种所谓的列车规则 早已经恨之入骨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策划这场革命的最大原因 事实上在我之前也发生过很多阶级的反抗斗争 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了 原因很简单 他们都没能夺下涌动机 所谓的涌动机 也是这两个列车的核心能量来源 拥有它的人才能重新制定列车的规则 颠覆所谓的等级制度 虽然说我们为这场革命策划了很久 但是我们的计划却很简单 突破车尾的第三个车厢 然后找到一个叫做大兄弟的囚犯 他也是这两列车的安全专家 相信我 他能帮我们打开所有车厢的安全门直打车头 历史的一刻即将到来 我们将油桶拼接成长长的撞击器 就在车厢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我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并用撞击器卡住了三个车厢的安全门 很显然这场战斗并没有持续太久 找到了大兄弟的我们 也马上打开了接下来的几道门 在这期间 我们看到制作蛋白制快的机器 那是一个不断运作将蟑螂炸成只 然后凝固成块的网页 他帮我承认 那一刻我差点没忍住 把胆汁都给吐了出来 但是我知道 这可能还是揭露黑暗的刚刚开始了 我们还需要前进 也更需要战斗 正所谓要想通向光明 必先破除黑暗 在这个过程中 必然是要用鲜血来洗礼 很快我们突进就找到了主机 一个既丑了又爆牙的眼镜女 领导了一群胸残的斧头智慧队 在一个拥挤的车厢 对我们进行了拦截 就在列车驶入隧道的那一刻 他们戴上了夜视镜 在黑暗中挥舞起手中的斧头 这次我们损失惨重 就连曾经一直黏着我的小鸡也牺牲了 当然了 眼镜女也自然成为了我们继续前进的人质 事实上我们一行人一直走到这里 除了我的领导之外 老明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 老明是我们的长者 陈德山是我们精神上的领袖了 他曾经 哎 不提也罢 总之也是因为他联系了一名神秘的线人 为我们不断提供的车厢里的线索 才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到了这里 经过斧头智慧队的战斗以后 我为了保证老明的安全 也是将老明一行人留待了后方的车厢 自己携成了大兄弟一行人 押送着眼镜女继续前进 随着我们不断的靠近车头 车厢的景象也让我惊讶不已 一路上我们不但看到了美丽的海洋馆 甚至还有美味的寿司 除此之外 还有类似于学校的儿童车厢 也正是这番景象 让我们放松了警惕 于是一番突袭又发生了 这一次我们失去了 一同前往寻找儿子的黑妹 不但如此 我们还通过录像得知 老明已经在后车厢被人杀害了 愤怒的我一气之下 就将眼镜女毙命了 老明的死对于我而言 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悲伤 我记得17年前 猎车还是一片混乱 当时人们为了生存 经常是人吃人 而我就是其中吃人的一员 有一次我拿着刀 正准备对一个孩子下手 这时候老明出现了 他依然砍掉了自己的手臂 对我说 放开那个孩子吧 我的手臂愿意成为你的食物 那一刻我才真正的觉悟 人和动物它是有区别的 现在老明死了 对于我来说 就像失去了父亲一样难受 这种情绪 更是刺激了我疯狂的前进 一路上 我更是见证了高等车厢 那迷浪的生活 并对阻拦我的敌人 毫不留守 终于在突破了重重阻扰之后 我见到了这位所谓的列车领袖 他端起一杯酒 他说亲爱的 来 坐 他笑了 就好像是自己的计划得到了实践一样 他说你知道吗小伙子 我很欣赏你 我的朋友老明也很欣赏你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 列车领袖才是老明所谓的线人 原来洛耀方舟列车 需要维持资源的平衡 就需要不断的引发革命 来减少列车上的人口 而革命的推导者 正是由老明和这位领袖 共同计划 他们两者一个处于列车的最高层 一个处于列车的最底层 互相配合 共同维持了列车的等级规则 按照两人的计划 如果这场革命失败了 那么正好就达到了减少人口的目的 如果成功了 那么也就由我来担任这辆列车的领袖 直到真相的我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正所谓农民杀掉了地主 他就会成为新的地主 而我会是这样一个农民吗 当然不是 尽管真相已经颠覆了我的想象 但是看到孩子们沦为修理勇动机的奴隶时 我还是毅然的选择拯救他们 而也在这时 大兄弟炸毁了列车的出口 造成了列车的脱轨 整两列车都成为了一片难击 故事的最后 大兄弟的妹妹牵着孩子的手 踏出了列车 天气也变得不再那么寒冷 预示了人类的新的开始 故事到了这里也就结束了 通过这个故事 我想告诉大家 世界上的黑暗和安占是永远存在的 这也是真实的世界 也许我们看到了很多现实的东西 让我们变得不再相信光明 让我们觉得黑暗是无法消灭的 其实你说的没错 黑暗真的是无法消灭的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去做一些美好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努力不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而是让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差 光明永远都不会普照大地 但是黑暗却有可能蔓延天地 我们人类为何而存在 我认为我们存在的意义 就是不断的驱散黑暗 维护世界的平衡 那么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下次我换个身份再和大家见面